大家还记得Kami 乔任良吗? 如果记得,明天就是乔任良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了。 在去年的9月16号,像噩梦一样被惊醒的我们, 听到了乔任良世事的噩耗, 从此那个消息来坏坏的男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乔任良的离开让娱乐圈很多迷信为之伤心, 特别是他的好兄弟之一,景伯然。 景伯然和乔任良是在参加加油好男儿实验时的, 两人一路走来关系都非常好。 景伯然曾经说过Kami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 每次见到他都会很开心, 可是这位让他开心的朋友却永远离开了他。 在乔任良去世的这一年里, 景伯然关掉了微博, 他成为了第一个抵制网络暴力的明星, 而他做这些都是为了乔任良, 因为是网络暴力让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 乔任良离世即将一年, 景伯然曾为乔任良手写了六个字, 既遗憾又怀念, 遗憾没有帮他分担痛苦, 替他排忧解难, 怀念当初与他在一起经历过的日子, 那些都是永远不可能再重来的回忆, 除了景伯然, 还有陈乔恩, 赵丽颖, 切之谦, 黎一峰, 张新宇, 他们都在怀念乔任良, 作为朋友, 他们都曾责怪自己没有早点发现乔任良的病, 作为朋友, 他们都在遗憾没有陪他更久一点。 最后, 亲爱的Kami, 一年了, 你在你的粉红天堂过得好吗? 我们很想你。